大家好,我刚刚获得的消息 美国第35任总统JFK侄孙康纳肯尼迪 正式进入乌克兰战场作战 这个消息也被官方证实了 现在乌克兰政府正在对他进行保护 而且肯尼迪家族也派出了公英军对他进行保护 康纳肯尼迪就是这位 这样网上对他的信息很少 他也是肯尼迪家族目前唯一的男性继承人 现在他进入的战场据我了解 据我个人了解 从顿捷斯克获得的消息 很有可能是在库布扬斯克以及伊雍姆这个方向 就在哈尔科夫战场 经常关注我频道的应该知道 哈尔科夫战场目前乌军在这个方向 在伊雍姆还有库布扬斯克方向 和乌军的战事还比较胶着 那么肯尼迪应该是前往的哈尔科夫战场 并没有前往赫尔松 但是现在官方也没有证实 官方对他的消息是高度保密 所以肯尼迪约翰 这个康纳肯尼迪 他是第35人 JFK的侄孙 也是肯尼迪家族唯一的男性继承人 如果他在战场上被俄军俘虏了 那是轰动世界的消息 肯尼迪家族的唯一男性继承人 在战场上被击毙或者被俘虏 被俄军俘虏 有可能会送往莫斯科 那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康纳肯尼迪 现在在网上他的资料很少 因为肯尼迪家族 大家知道是比较特殊的 美国的一个政治家族 所以他唯一的男性继承人 在互联网上很多信息是保密的 肯尼迪家族也不希望公开 我通过现在网上有线的对他的一些资料 希望大家通过我的节目 能够侧面了解一下这个年轻人 就现在在顿巴斯作战这个年轻人 肯尼迪家族唯一的男性继承人 他是1994年出生 7月24号出生 现年只有28岁 他重在美国纽约 在迪尔菲尔德学院学习 他的父亲是小罗伯特F肯尼迪 母亲是玛丽理查森肯尼迪 他的兄弟姐妹包括 博比肯尼迪三世 威廉·芬巴尔肯尼迪 还有凯瑟琳·亚历山德拉肯尼迪 康纳尔肯尼迪呢 是肯尼迪家族最后的后裔 也是罗伯特·弗朗西子肯尼迪的孙子 也是JFK 他目前肯尼迪家族政治生涯延续的 唯一的希望 唯一的希望 也就是他未来会担负起 整个肯尼迪家族在美国政界 重新攫取的希望 实际上他在美国非常低调 但是也非常有名 因为美国很多的 包括娱乐明星 对他都传出过绯闻 包括大家都知道的 泰勒·斯维夫特 12年7月份跟他曾经交往过 同年10月分手 这个肯尼迪家族对他的保护 对他的保护 包括对他的隐私 相关的保护 还是非常严密的 包括这一次到达顿巴斯 到达乌克兰作战 也是肯尼迪家族 为了他下一步进入政坛 铺平道路 需要镀个金 那么在战场上镀金 因为肯尼迪家族 大家知道 JFK实际上之前也参加过二战 随后参加了美国总统的选举 那肯尼迪家族有一个传统 就是自己的后裔 要在战场上获得一些军功 然后再返回国内 然后以军功作为政治资本 再参与美国国内的竞选 那么这个肯尼迪家族 现在看来正是要培养 最后的康纳·肯尼迪 唯一的男性继承人 参与到美国的政治 所以需要在乌克兰战场镀金 就参与作战 但是现在也是非常危险 因为现在俄军 包括俄军也对他的相关的情况进行侦查 实际上对他也是有想法的 包括普京也是有想法的 整个现在顿涅斯克 包括卢干斯克 很多的情报机构 都在对他的相关的信息 进行相关的搜索 包括侦查 包括运用当地的一些侦查手段 包括排查一些无线电 包括利用人力对他进行搜捕 他现在还是 但是肯尼迪家族是美国的政治世家 上个世纪60年代 美国的杂志曾把肯尼迪家族 列为美国12大家族 60年代 他的资产已经达到上亿美元 那么康纳肯尼迪是肯尼迪的孙子 他的母亲是52岁的玛丽肯尼迪 那么12年5月刚刚自杀 所以他现在是肯尼迪家族的 唯一的继承人 肯尼迪家族也有一个诅咒 这个实际上 大家都应该知道的 在美国有很多关于肯尼迪家族的纪录片 里面也提到 肯尼迪的哥哥约瑟夫肯尼迪 于1944年在二战期间 在阿弗罗迪行动的第一次攻击执行期间 他的飞机在英吉利海峡爆炸时 行动中丧生 年仅29岁 他的妹妹叫罗斯玛丽肯尼迪 1918年出生 患有智力障碍 23岁时接受前额切除手术 叫前额叶切除手术 使他无法行动 2005年去世了 另一个妹妹 凯瑟琳·艾格尼斯肯尼迪 在一次飞机失事中丧生 他的妻子杰奎林肯尼迪 1955年流产 肯尼迪家族最杰出的是GFK 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 他实际上 1917年5月29号出生 63年11月22号 遇刺身亡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GFK 简单的介绍一下 大家如果去纽约 实际上有GFK机场 所以肯尼迪家族 对整个美国的政治生活 影响是巨大的 他是一位美国的政治家 六一年起 担任美国第35任总统 他是美国最年轻的总统 他是在冷战高峰期当选的美国总统 最著名的是和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 进行这种博弈 当时是63年 美国的间谍飞机发现了苏联在古巴的导弹基地 随后古巴导弹危机发生 几乎导致全世界毁灭 就是古巴导弹危机 爆发核大战 63年10月 他签署了核武器条约 并与拉丁美洲成立了进步联盟 他还有一项最著名的 就是阿波罗登月计划 也是在他的任期内主持的 70年登月之前 一直是他在推动美国的载人航天 包括登月项目 63年的11月22号 肯尼迪在达拉斯遇刺 为什么说肯尼迪家族 是美国的政治家族 长期来 在美国的政治、公共服务、娱乐、商业领域 肯尼迪家族都享有胜誉 包括曾在美国国会两院任职 并担任美国总统的 GFK肯尼迪 曾担任美国司法部长 美国参议院议员 以及美国参议院任职超过46年的 爱德华肯尼迪 其后代表包括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议员 肯尼迪家族还出现美国两位大使 一名副州长 三名州议员 其中一名还曾在美国众议院任职 另外还出了一名市长 所以整个肯尼迪家族是美国的政治明星家族 现在肯尼迪家族的唯一男性继承人 就是这位28岁的康纳尔·肯尼迪 出现在顿巴斯战场 看这位28岁的康纳尔·肯尼迪 他出现在乌克兰战场 实际上就是肯尼迪家族在为了 肯尼迪最后的这位继承人 进入美国的政治圈在铺路 这个大家懂了吧 所以美国现在对肯尼迪家族 未来进入美国的政治圈 特别是民主党共和党 很有可能会培养年轻一代的政治明星 其中就包括康纳尔·肯尼迪 所以从这一点也可以看 美国的民主党也好 共和党也好 党内也在有新兴势力在崛起 大家可以想象 现在美国以及乌克兰 对康纳尔·肯尼迪这种保护的城 那么今天美国的国防部长 奥斯汀也与俄罗斯的国防部长 邵一谷举行了电话沟通 从现在来看 俄罗斯和美国在乌克兰的地缘政治博弈 会进一步升级 而美国和俄罗斯之间 也实际上保持了沟通的顺畅 大国博弈就是这样 双方既有合作也有竞争 那么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 未来的军事行动 我个人觉得在顿巴斯地区 顿巴斯地区军事行动会升级 特别在白俄罗斯方向 我后面节目给大家介绍一下 现在白俄罗斯方向最新的一个情况 下一个视频给大家介绍 那么现在康纳尔·肯尼迪 抵达顿巴斯 抵达哈尔科夫前线 俄军一定会对其进行逮捕 会想尽一切办法抓捕他 如果被俄军逮捕的话 康纳尔·肯尼迪 肯尼迪家族 整个声誉将发生一个巨变 所以对美国政治生态 也会有影响 所以现在看普京实际上 在乌克兰战场有个新的任务 就是抓捕这位未来的政治明星 民主党内的未来的新星 这是现在顿尼斯克方面最新的消息 后续有更多的消息 我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分享